9月4號 江蘇昆山市索公司 一名男員工在發放新進員工進場證件時 叫名字後隨手扔在地上 讓員工彎著腰蹲下去撿 前場視頻傳開後 被批不尊重員工 甚至有網友怒斥不把員工當人看 昆山市索離職員工王先生透露 市索公司不尊重員工的行為早就存在 只是以前沒被曝光 5號 公司發布一則說明 稱公司新人培訓單位 發放員工證件時方式不當 致使新進同仁感到不受尊重 表示歉意 但大量新員工仍然打包離開 導致新開車間癱瘓 還引發勞務派遣中介不讓員工離職 發生衝突 昆山勞務中介萬先生表示 市索是大公司 負面評價很多 員工的流動率很高 因此該公司以高額反費吸引人進場 做滿55天有1萬多元的獎勵 另外 還有不少離職員工指控市索拖欠工資 離職員工王先生表示 他在6月份離職 公司拖欠他將近一個月工資至今不給 我們那批有好多都是提前申請離職嘛 他們不批 我們家裡邊有事沒辦法就回來了 現在他又讓我們去補辦離職 工資的話不行 時間也比較長 你只要進場就是12個小時 說不來 工作環境也不是很好 度的方面他們安排的不是很好 來回搬 搬完這搬哪兒 公開資料顯示 昆山市索主要從事筆記本電腦 手機等電子產品研發與製造 也為蘋果手機組裝 公司位於昆山開發區精密機械工業園 母公司為何碩集團 為臺灣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之關係企業 新唐人記者雄斌李佩玲採訪報導